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和中山区中和里长苏彩雪以及和庆里长陈家和一起会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下水道科长等人 看着党土墙地基疑似遭受水流掏空的情况 这里是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中和路168项五弄55号附近靠近J区这边的党土墙 常年受到大排水沟水流冲刷的影响 党土墙地基受到掏空 当地住户和里长担心影响上面房屋的安全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宋伟丽陈勤 宋伟丽也立刻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前往会刊 至少争取2000万元以上的灾害准备金维修补墙 预定5月前进场施工 接获两位里长的通报 就是这边整个党土墙都似乎疑似掏空的状况 那每年市政府来苏俊的话 苏俊一次 然后就感觉那个党土墙就溃体一次 所以说今天才请我们下水道客来到现场 希望能够尽快地处理 建议市政府能够用紧急预备金来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它是属于立即性的 而且蛮紧急的 因为不要再浪水 然后渗透到民房的房子底下 怕万一整个都会掏空掉 宋伟业建议的这一段 其实上我们已经有请顾问公司先盖估这边需要的维护金费 大概可能是维修的金费 目前先盖估2000万 不过因为刚才看到好像长度会在增长 所以这个经费上可能会再增加 那我们后续会以灾害准备金的相关的办法 加速这个程序 尽快把这边修复 维护民众的安全 对于市议员宋伟丽的争取 两位里长和住户代表都非常感谢 不过因为这里的大排水沟弯弯曲曲 也造成部分河道冲刷掏空更严重 因此市政府公务处下水道客指出 还要再经过更仔细的查看评估 才能决定最后必须再增加多少补强的经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